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只可爱并稀有品种的小狗狗 但无法决定应该选择哪一种吗 有很多国外或稀有品种的权类 但是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只可爱的狗 最好不要养小狗 所有的小狗都很可爱 但有些可能长大之后就变得不这么可爱了 除此之外 如果您养了一只小狗 就必须要对它进行试验的训练 因此最好的决定 就是养一只大约一岁左右的狗狗 而且必须要为它们注射 并且绝育和长期的训练 为了帮助您做出决定 我们收集了史上十种最可爱的幼犬品种 Lokotoro Magnolu 通常称为Lokoto 是最古老和最稀有的品种之一 而且在美国也只有500个注册登记 出生于很多年前远古的罗马 主要是作为搜索送入用途而繁殖的犬类 所以它们都很上场游泳 Lokoto具有浓密密集和卷区的防水毛发 不容易沾湿 具有很低的过敏性和不宜脱落的毛发 它们的毛发可以是白色、灰色、金色或者是深棕色 它们是一只中小型犬 最有敏锐的感知力、聪明、爱心和忠诚 它们平时的举止都表现得很快乐活泼 但不建议在公寓内饲养 因为它们需要很大的运动量 柯顿犬 柯顿犬是三个多世纪前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被发现并开始饲养 这可是最可爱、最稀有的纯种之一 多年来都只是由皇室所拥有 因狗狗身上棉质、白色、喷松的大衣 而被命名为Cotton 因其起源被命名为Tuler 柯顿狗都喜欢依偎着主人 因此被认为是圈中狗 它们容易被训练 而且很服从听话 完全就是可爱小狗的代表 如果你有访客到来记得提醒它们 狗狗不容易发脾气 但是特爱玩耍 因此会变得很有趣 它们与孩子、其他宠物 甚至其他的猫狗 都能够相处得融洽 狐狸犬 狐狸犬大约一千多年前来自匈牙利 最初的饲养目的是用于放牧羊群 这个稀有的品种 以跳跃的春天Bowsing Spring形容 并以奇特的外衣而闻名 幼犬成年后会形成神状的头发 像鞭子一样 头发颜色是黑色、灰色和白色 它们的皮肤和毛发都需要常常做护理 也可以修剪 狗狗是一种非常善良 聪明而且敏捷的学习者 而且机敏的天性 使得它们成为出色的看门口 和家庭的监护人 狗狗的个性很好动 需要大量的运动才能够让它静下来 葡萄牙水犬 葡萄牙水犬在葡萄牙 为渔民工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这些狗狗会帮忙聚集渔网 在渔民之间传对信息 甚至会泉水 对于一些有过敏症状的人来说 这些狗狗的皮毛 确实是个很好的仿务陪伴 但是柔软的毛发 是需要常常梳洗的 成年中等身材的葡萄牙水犬 曾经是白宫很好的居客 因为他们清确、忠诚、活泼 有趣和易于训练的天性 很让人喜爱 他们对其他犬类都很友好 顽皮 带有爱的他 很适合与孩子们相处 很擅长游泳 而且照顾家庭方面十分的尽责 大胡子牧羊犬 大胡子牧羊犬 也被称作为Virdy 是英国最古老的品种之一 在苏格兰很流行 主要用于放牧 Virdy大小适中 颜色从白色到黑色不等 外加常常的蓬松大衣 每天都需要清理 每隔一个月需要修剪一次 由于他们高昂的精神 开朗和无忧无虑的性格 特别适合儿童与其他宋物相处 他们通常被称为跳动的胡子 Virdy友上的性格 使他们通常都会和周围的朋友们都玩在一起 所以当作看门狗 并不算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他们很容易被训练 在各种犬猎运动中都能够取得很好的表现 比利牛师牧羊犬 比利牛师牧羊犬 这只可爱的狗起源于法国古代山区 是个强悍的绵羊牧犬 伯爵 Virdy友 俗称 派瑞士 Prius 他们的个性像小猎犬 聪明材质 需要主人为他们通过大量的训练和锻炼 来保持不畏的精神 他们从小到大 头发的长度各不同 颜色各异 有些脸上会有白色 这种狗狗很容易保养 性格非常活泼 开朗 并且机智和灵敏的一种守护犬 丹底犬 Dandy丹底犬 被称作是个天生的猎人 起源于1700年代 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 天生是个独立 警惕和敏感性的犬类 但是有些固执的性格 因此 如果缺乏一致和坚定的训练系统的话 可能很难被驯服 乐观 大胆和勇敢是个很好的伴侣 10岁以上的孩子 如果与其他的猫狗 都能够和平地相处 因为被称为猎人 如果家里有饲养 仓属 必须小心地隔离 但底犬需要每天走动 并且定期刷牙 毛发也不轻易脱落 因此它们可以成为很好的看门狗 警惕着它 可能会吠叫不停 因此必须对它进行适当的训练 松狮犬 松狮犬起源于古代中国北方 名字又称狮子或者悄悄 最初是以狩猎而被饲养的 如今由于脖子上明显的皱纹 和蓝黑色的舌头 及可爱模糊狮子的外观而闻名 成年松狮犬的体型中等偏大 颜色多种多样 但大多数都是淡褐色的 有浓密的外皮 可能需要专业的护理 有着冷淡的态度 端庄 独立 并且以高智商而自豪 它们能够成为忠实伴侣 和很好的守卫犬 尤其是对于训练有经验的主人来说 狗狗知道如何宣示主权 让主人把自己带出门散步 英国堕流犬 成年的英国堕流犬令人难以置信的肌肉发达 但容易被教养和忠诚度很高 毫无疑问 年幼的英国堕流犬是在众多犬类中最可爱 最讨人喜欢的 近几年来 在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 如果拥有一只都会显得特别的时尚 由于英国堕流犬是世界上最重最强壮的斗犬之一 因此它们被称为真正的战士 如果您想要和斗流犬一起生活的话 那么您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哦 最后我想向您介绍我们的优胜者 它看起来像小狮子 实际上是一只玩具狗 它们的平均重量仅为三磅 因此相对体型较小 薄梅犬来自北波兰 但在美国甚至其他国家也很受欢迎 尽管它们不是成为守护犬最佳的选择 但它们确实真的很可爱 如果您住在公寓或者空间不大的房 我想你应该拥有它 薄梅犬也是一种聪明 越容易被教的犬类 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